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解 台科大100年度的 產學 碩士班 電路學的試題 來看第一題 那我就 找空白的地方寫 他説 要求i1 跟 v2 然後當 vs是9伏特的時候 9伏特 那麼我們這邊 就用 我是用 節點 這個節點 流進 等於 流出 1等於2加3 1等於2 加3 所以 第一條電流 然後剛剛他說 v2 是要我們求的 所以第一個電流 電壓差除以電阻 9-v2除4 會等於第2條電流 v2除6 然後第3個電流 第3個電流 9 減 3v2 應該是-3v2 減掉-3v2 再除 電阻 2加10 12 我這樣寫會對嗎 等一下再 稍微想一下 我們就兩邊同乘12 4-3 27 減 3v 應該說等一下再驗算看看 不對就再想其他方法 然後順便再想說 剛剛這個方法 哪裡有問題 然後我們把v2都丟在 等號右邊好了 18 會等於 345 178 8v2 奇怪v2除不進 如果哪邊算錯 3的話是 3的話是 更正喔 是v2 減vc 也就是 減掉-vc 不好意思我這邊寫錯 那邊是v2才對 真正喔 所以是 27 等於 3456789 9v2 所以v2等於 3v 減掉-v2 那i1呢 i1其實就是我剛剛標的3 所以 我直接把這個再寫一遍 i1會等於 3 也就是 v2 減掉 負3v2 v2 再除 12 那v2剛剛算出來是3 把它帶進去 3加9除12 會等於 1A 欸 我按到錄影嗎 有 還好 繼續 這是第一小題 那如何驗證呢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假設 剛剛我們算出來這點電位v2 是3v 我們從 這邊 一直壓升上去 看會不會 是3v 對吧 所以旁邊這邊是 i i1 1 再乘上R i乘R 再 減掉vc嘛 因為它是 由正到負 壓降 所以i1剛剛算出來是1A 再乘上R R是 10跟2 再減掉vc vc 3v2 3 3 乘上 3 算出來v2 那會 一樣嗎 對啊 那我現在 有點疑慮的地方是 那個相依電源 是不是有什麼 我沒有考慮到的東西 應該說這一題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謝謝 我現在 會到 但我對 還有 我 還要 我們 和 嗎 大家 這 我心裡面的想法是 相依電源在這邊 那他這兩顆電阻算串聯嗎? 這是我的小疑慮 所以不然還有一個方法是 原本想說用戴維尼,但是不能 為什麼?因為 他這邊的相依電源吃V2的電壓 如果你把它帶回,你把V2取走 那這邊就算不出來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到第二題了 請計算他的導納矩陣 還要算V1、V2 那這邊我剛好有找到 他的題目的網址 這是台大的教材 我把它貼上去 放在Youtube上面我也會放在影片下方 然後他是在這一份的第四支 四支幾頁? 十七 四支十七頁 題目一模一樣 只是他的數字有變 那我們來算一下他的 導納怎麼算 我發現他掃描掃的不是全白的 我現在還是隱約看到 我圖著白色 那首先我們要知道V等於IR 所以I會等於V除R 你就是一個東西乘V 你就是R分之一 我們就是把這個R分之一 變成了一個 我們平常會說導納 但他這邊就是寫括號G 的矩陣 寫出這樣I等於G乘V 再把它轉成矩陣 就是第二小集的A要的答案 所以我們直接看這個電路 是不是他剛好有幫你標V1V2還有接地點 其實就是這樣解釋最快 我覺得很像那個電路學的雙部網路 流進 可以嗎 那我就照著 那份教材的方法解 流進等於流出 可是那份教材會一下子跳很快 我這邊是分很多段來解 V1 這邊都是V1 反之等一下我們就要用V2去算 V1等於什麼東西 就等於密爾門 I合乘R并 I合上面右上角是V除R 那接著 左下角有一個1安培 乘上R并連 從左上 從右上到左下分別是1并1 再并1分1 再并1分1 這樣可以嗎 但是 這邊有個陷阱 啊 小心找到Siri 什麼陷阱 那這裡V2 通常我們是設這邊接地 但是現在它這邊不是接地 這邊可以算是一個V2的電源在接地 所以我們這兩顆電阻 一樣要算在I合裡面 所以這邊I合要稍微更正一下 1分1加1 再加上V除R 這樣可以嗎 那當然有兩個 所以就把它寫在一起 或者你也可以把這個電路畫間 1分1分1 並2分1 那就看你 接著就是整理的過程 V1 這邊其實就是R并連 并連拿到等號左邊 原本是乘 轉過來就變除 那除的話就是倒數 然後會等於旁邊的 除1分2就是乘2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我這邊 我想一下要不要把它拿起來 加V2 括號 1分1 然後這邊我 建議不要把它化解 因為等一下會有一個地方 很容易會讓人算錯 那接著這個并連 也是會犯錯的地方 通常并連 比如說 3并6好了 這是2嘛 耳熟能響 它其實就是3分之1 加6分之1 分之1 我們上下同乘6 那就是6除2加1 也就是2 歐姆 所以你看這裡 如果把它寫成這種形式 我現在只看 這一部分 不加1分之1 的情況下 它是1分之1加1分之1 加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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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嗎 不對喔 是2分之1 分之1喔 它是3分之1 加6分之1 所以這邊是1分之1 加1分之1 加2分之1分之1 加2分之1分之1 OK嗎 然後再分之1 可以嗎 然後接著我們再把這個 導數再補上去 所以還要再導數一次 導數再導數 就其實不用導數了 所以其實這一坨 會只剩下 這裡 也就是 1分之1 加1分之1 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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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可以說其實 有些人會不懂啦 我還是稍微講一下 寫出來 有1 加1 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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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號 V1 那接著我把V2移到等號左邊 為什麼 因為我想把它寫成 i等於什麼東西 把i孤立出來 什麼東西是i 我剛一開始說的i合成啊 並 滅耳門 我相信 要考 產學 碩士班 肯定是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 的能力 應該可以直接寫這個i合成啊 並 那有時間的話 再把它推出來 好 那它等於 可以跟著 要把V2寫上去齁 剪掉 那我把V2 寫在 這一坨的 後 後方 我不小心把前面畫剪 那我就跟著一起畫剪 不要好了 不要全部畫剪 原本的 這樣方便大家以後可以跟其他的題目做比較 1分之1加1分之1加2分之1分之1 希望大家不會看得很困擾 1分之1 等於i 那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式 這是第一式 接著我們來看 第二式 也就是用V2 那我們是用 Node V1 那接著 Node V2 呢 一樣 V2 等於 i合成RB 我們用的是 這兩條 要注意喔 我現在標的 跟它的方向不一樣 所以等一下用 減的 我用紅色寫V2喔 i合 1除1 再減掉1 然後呢 跟剛剛一樣 要再加上 V1 除1 2分之1 加 V1除2分之1 i合 和上R並臉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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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並1 好這邊 小心 切換小心 這種1分之1-1 會等於0嘛 如果你把它寫成0喔 你等一下做那個轉換 會出錯 因為0加個負號 你會感受不出來 大家可以試試看 如果把這邊直接寫成0 算出來的答案 會不一樣 接著我再把這個並聯的拿到等號的 左邊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 打開來 變成1分之1 括號v2 會等於 然後呢,我再 把v1丟到等號左邊 所以會變成 負 那會等於 1分之1 減1 然後我就 沒有感覺啦 你有那個 危機意識說 等一下 這邊 光是你 兩邊同時乘負號 就有危機意識 想說 0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無法表示 很危險 重新再來一次喔 兩邊同時 兩邊同時乘負號 好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第1四 這個是第2四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寫成 矩陣形式了 第1四 第1四跟第2四把它寫在一起 我擠在旁邊喔 嗯 第二次是這一個 這樣OK嗎? 直接寫成矩陣形式 又要再寫一次了 但是這個就是答案了 這個時候其實你也可以再畫減 等一下我再畫減 應該是要怎麼沉吧 就是矩陣這邊 再沉這邊會等於這個 下面這個再沉下中間這個會等於下面的I2 下面這個是I1 下面這個是I2 你一定會想說 I1,I2 可是你剛剛明明就有兩條電流 沒錯,所以就是上面這個是 這兩個合起來是I1 然後下面 紅色的那兩條 會是I2 而且是有一個負號的 一個是正的,一個是負的 我下面那一坨在拔照操 我下面那坨在拔照操 我下面那坨在拔照操 撿 然後他所要的G 就是這一坨 這樣四分 接著我們來看B 求V1 V2 太好了 我不想要用矩盾解 我想直接用國中數學 加減消去法 我把第一四跟第二四 寫在一起 然後偷偷化解 第一四是 1加1加2加2 V1 減掉 2加2V2 會等於1加1 第一四 那第二四呢 2加2V1 減掉 2加2加1V2 會等於 這邊 1分之1-1 這邊就是0了 那剛剛為什麼會 覺得會算錯 我是要算錯一次給大家看嗎 還是給大家自己試試試看 剛剛我有提到嘛 那個時間點 代0會算錯 還是說其實算錯就只有我會發生 1加126倍的V1 減掉4倍的V2 會等於2 下面是4V1 減掉 5V2 會等於0 1加110 1加8 1加5V2 然後我這邊 好像 哪邊算錯 跟我第一次算得不太一樣 我找一下 OK 我知道了,我還是 在犯同樣的錯誤 我剛剛不是說這邊 要加一個負號嗎? 所以這邊不能直接當第二式 為什麼?因為 這一個東西 寫出來是 GV 減GV 要等於I 其實我應該是加了,但是我就照這個負號下去寫 但是我這邊如果加了一個負 那就變成負I了 所以我必須 兩邊同時 成一個負號 這樣才會是正I 懂意思嗎? 所以我這個矩正 會變成了 原本是這樣 I1跟 負I2 但這樣是錯的嘛 因為這邊是負號 所以我必須 在我剛剛講的那個地方 兩邊同時成負號 讓它這邊變成正的才是對的 所以我的V1這邊 我不能兩邊同時成負號 把V1變成正的 我們不是在算數學 我們必須要把它寫成題目要的G 這邊要把它改一下 這邊是負的 這是維持剛剛的正負形式 負正 再把它修正一下 這邊是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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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是 乘4乘6 兩次相加 30-16 14 欸更正 是 負的加負的 變成46 負46V2 會等於8 所以V2會等於 負23分之4 有算錯請提心我 好 接著我們來看V1 我們這一題 要求V1跟V2 再把它帶回去其中一個式子 我帶原本這一式 6V1-4乘V2 會等於2 6V1 負負的正 會等於2-23分之16 也就是 23分之46-16 這個就看自己喜歡怎麼算了 所以 我把它寫下來 V1等於2-3分之30 乘6分之1 答案是 2-3分之5福特 這個是V1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麼我驗算的方法 沒有我再重頭再講一次 它的順序 順序是要先知道它求的G是什麼 它就是平常算的倒那 然後再用密爾門 密爾門把它密出來 寫成矩陣形式 V1 V2 跟I GV 等於I 可以嗎 Y等於G乘 V 等等 這個是Y等於G 這一個GV V1 然後接著第四步驟 就是從Node2 成功第一 剛剛是Node1 然後照剛剛的方法 把那個四字解出來 然後解出來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現在這邊 有一個負號 負I 你必須要兩邊同時成正 所以你這裡 1分之1-1會變成0 0的話加負號 你根本不知道它 會變成怎樣 所以這邊 通常是整理完之後 再把它相剪變成0 然後接著就把它寫成矩陣形式 記得這邊加負號 好了之後就開始解連例了 解完之後 V2在這裡 然後V1在這邊 接著我們來 看 驗算的方法 看大家怎麼驗算 我的方法就是 流進等於流出 我想說 流進 兩個流進 等於三個流出 這是我最簡單的方法 1 2 3 4 5 流進等於流出 加2 加3 跟著 兩個流進 三個流出 3 加4 加5 1加2是多少呢 原本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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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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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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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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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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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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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位,去減掉這點電位,電壓差,再處理這個電阻 那這個電位就是 d 壓伸逆伏特 所以是 等於1 加 23分之18 18加23 20分 23分之41,有等於23分之41 這是我驗算方法 講OK嗎? 啊 我這個解題的影片都沒有答案可以對喔 有台科大的試題 網路上會有台科大的試題的答案 我不知道我沒有查過 這個是有同學直接信箱丟給我10戒 然後我給一個月現在來做做看 一個半月還兩個月 來做第一份 試試看 教學相長 希望如果我寫錯的話 還有人可以指證我 互相學習 第三題 第三題 在這個電路圖 要算I跟 V2 總電流跟V2這點電位 它是一個電橋 看一下 8乘324 12乘2等於24 12乘2等於8乘3等於24 所以它是電橋平衡 電橋平衡的情況下 我們4Ω可以短路或開路 為什麼呢? 因為V2等於V2 這兩點電位是一樣的 你可以把它視為短路一條線 或者是視為開路 那為什麼一樣? 等一下我們順順看就知道了 來我們是不是要先求V2 對不對? 然後它給你電源是12V 它是並聯 可以嗎? 所以12去分壓 我們先看旁邊的 V2等於12乘上相加分之自己 2.5分之12V 那有沒有等於中間這一段 12乘上相加分之自己 需要證明嗎? 電橋平衡需要證明嗎? 我之前也有證明過 但是我忘記在哪一支影片 可能要回去翻一下 因為我這樣不算證明 我這樣只是用數字去算而已 5分之12等於5分之12 V2就是5分之12乘 那麼I可以怎麼算呢? 就是總電阻 算出來 I等於V除以R I等於V除R V是12伏特 那R是多少呢? 這邊其實就很像戴維寧了 戴維寧等下電阻 然後這個4歐姆 然後這個4歐姆拆掉 就會變成這樣 要你求R是多少 也就是 12加3去並 8加2 15並10 公倍數除因數之和 6歐姆 6除6答案是2安平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用剛剛算出來的V2去驗證 來當我們用V2去驗證 這個總電流I是不是等於這兩條電流 1跟2 所以I等於 1加2 電壓差除電阻 這點電位都是12V 接地 這一條 電壓差 12減掉剛剛算出來的東西 除12 它的R 跟2 右手邊這條 一樣 這條也都是12 12減掉五分之12 再除它的R 8 答案是 這樣也比較難算 自討苦吃 沒關係 最小公倍數是多少 短除法 反而流流是24 所以我們兩邊同乘24 24I 會等於 24- 這邊就看大家怎麼算 調算得出來都OK 兩邊再乘5 這邊可以先加起來喔 這樣比較好算 300-60 240 所以I等於2A 這樣OK嗎 算出來答案一樣 接著第4題喔 他總共有6題阿 接著第4題喔 它是說當電容的 電壓出值是4伏特 要我們求 VO的電壓 一大於0的時候 意思就是它這個電容會放電嘛 它沒有其他電源 可以嗎 那麼我現在就是 還想要用密爾門 這邊不是虛短路嗎 這邊接地 這邊用密爾門算了 這一條 其實都是VO喔 VO等於I合成R病 VO 我用綠色跟紅色 應該都可以吧 我再用粗一點好了 VO 拉式轉換比較好算 你也可以用食欲解 食欲解怎麼解 你把這一個 電容寫成X 欸不行 它沒有給你頻率 那沒辦法抱歉 原本想說可以用S11分之1去解 它沒有給你頻率阿 沒辦法 欸沒有給你頻率也OK阿 你可以用S11分之1 對不對 然後你Omega 最後把它寫在答案裡面就可以了 因為Omega等於2πf嘛 那f其實就是t分之1 我們等一下會寫到exp ê 這邊一樣會有一個位置數T 啊 所以其實都OK 那都OK的情況下 我們還可以再想一件事情 我們已經知道 答案一定會有一個exp 那到底是有1-exp 還是只有exp 那因為它這個是放電 放電肯定越來越小 不可能是用 esp 特別是就會要 就越來越大 好,我們先把它算出來 I 合成 R 病 它就有兩條 跟正喔,如果我們要用拉式轉換的話 它這邊還會再加一個電源 為什麼?因為它有粗質 拉式轉換後 它這個電源會變成1 1 1 然後這個電源 是不是就是 S 分 V C 零負 也就是它的粗質 沒有,我寫了 V 喔 有沒有 SC 啊 哈哈 SC 分之一,就是 S 乘上十 Michael 之一 把 Michael 倒數上去 然後旁邊這個 VC 我把寫在左邊好了 因為我等一下右邊要做計算 VC 零負剛剛提供給你們就是 S 啊 出值 這是電壓還是加個三位伏特好了 I 合成 R 病 那電源就在這裡啊 不然如果你直接說 I 合成 R 病 你會發現都沒有電源 那哪來的 I 合呢 S 分之四 B 除 R R 是 S 分之 二十 百千萬 十萬 十萬 R 病連 幾個零? 一二三四五 五個零 病50K 好了,然後我們 要把這個病連給病出來 病出來 我寫在上面 有找到空間了 其實就是相加分之相乘啊 其實就是相加分之相乘啊 K 分之 S 分之一百 K 乘五 上下同層 S 就變成一百 K 乘五 除 50 K S 然後呢 再做 K全部幹掉 直接把它盛起來 沒有,它下面不是盛 它下面是加 一百 加五十 S 全部消一個零 然後再 除五 一百 除二 加 S 可以嗎 這個是 S 由之可見 等一下 會有一個 拉斯轉換 等一下再說 然後這個 除變成 分子分母顛倒 分子分母顛倒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 S跟S消掉 如果你算得夠快 但是我常常會計算錯誤 我會怕 還是喜歡 這樣消 這裡 分出來是 其實這邊兩個零可以消 但是你要小心 一點喔 我這邊有一個錯誤 哪邊 這裡 這邊K跟K消掉 是只消掉一個K 上面是箱層 所以還有一個K還保留 那這邊是K 那這邊K 我到這邊再把它加回去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把它消掉 一二三四五 五個零 所以這邊會變成 四除二加S 也就是S加二啦 給它 凡拉斯 凡拉斯 我目前知道 有人是這樣子寫 直接寫個箭頭 變成了4Experential-2T 這個就是答案 會隨時間而改變的V嘛 而且它會越來越小 然後 嚴謹的寫法 它旁邊鬥號 還會寫4T大於0 嚴謹一點的答案寫法 那另外一種寫法是 它還寫了一個 凡拉斯 而且還把4提出來喔 不知道大家的寫法是怎樣 跟南部中 北部中有什麼差別很像 我是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但是我只知道有差別 然後這個寫法一樣 也可以鬥號4T大於0 測試第4提 再來 第5提喔 第5提它電路圖比較大 所以我就縮小一點 然後把上面清掉 不知道大家喜歡看白底還是綠底 我這邊用綠底試試看喔 我個人是喜歡綠底 以前有一陣子都是用綠色的 正渾歌 有綠 Petersburg 有綠部中 去年立陣子 電壓值 當它一打開的時候 之後它的電壓值會是多少 這邊我們一樣 使用拉式轉換 最好解的 在寫拉式轉換之前 我們都一定會先想到要求出值 但是你不知道要求出值也沒關係 因為你寫一寫寫到一半會想說 那個出值是什麼 才會回過頭來寫出值 代表來講寫題目應該是這樣 這是我覺得 大家覺得應該就是要按照步驟 先求出值 然後這邊要小心 因為他說for a long time 它閉合的時候已經有儲能了 所以這裡的拉式轉換 這個電桿還要再串一個 電壓 旁邊電容一樣 當它打開的時候 電容也要串一個電壓 因為它 有儲能 24V 電阻是5V 這個電桿是SL 那這個電壓 那這個電壓是 沒有成 那還0負 這個時候有話 欸對喔 要求出值 我們來看出值怎麼求 出值的話 就是它閉合很長 一段時間 電桿閉合很長 一段時間就變短路了 電容就開路 電流就這樣流 對 I0負是多少 出值 出值 我的聲音會不會很平啊 呵呵呵 我還讓人想睡覺 I0負 V除R 看那個回路 24除R 5加1 24除6 64 24 OK 那接著 我們的 把他飆上去好了 SL 電桿是1亨利 所以它是S 1乘4 那就是4 旁邊這裡電容 從 S1分之1 11是0.25法拉 當下同乘100 100除25 S 順便要小心喔 5跟S非常 非常像 大家S要寫彎一點 S分之4 然後這個電壓呢 然後這個電壓呢 是S分之 VC0負 所以VC0負要求出值了 來看一下出值 VC0負是多少 它 這個電容吃到的電壓 就是這顆EOM的電壓 我們就是 I乘R 剛剛的I0負 乘上R EOM 4伏特 S分之4 OK 它是要求VT嗎 VT是什麼東西 我剛剛 剛剛打格不知道有沒有錄進去 不知道 VT就是這個電容的電壓 啊電容電壓 我們拉4轉換過後就是 這一串的電壓 要如何求那一串電壓 有 我現在想到的就是 就是I乘R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有沒有其他 快一點的解法 所以我要 算了I 然後再把它I乘R 直覺 直覺嘛 V等於IR IS是多少 這個橘色的是I I會等於V除R嘛 來看電源電壓是 這邊要小心喔 電源電壓24伏特 做拉式轉換 是S分之24喔 S分之1就是不接函數 然後只是它乘了24倍 也就是1乘24的意思 24除S 然後電感的電壓是4嘛 而且是負到正 壓深 我想一下 壓深再壓降 沒錯 回路電流法 壓深4再壓降S分之4 V除R 我加S加S分之4 R等於V除R OK 然後再 上下同層4 變成 不是乘4 乘S 24加4S 減4 除 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我要 化點成這樣吧 因為等一下 反拉式 會比較好球 嗯 等於 4S加20 除 除 S平方 加5 S加4 有沒有看到一個很熟悉的 S平方 加5S加4 是國中 教那個十字交成法常見的一個題目 等一下就會遇到啦 S S 然後4跟1 十字交成 這就是4S 加S 我等於5S 上面也可以再把4提出來 S加5 下面是 我剛剛已經十字交成了 我就直接把它沉進去 應該說把它寫進去 S加1 S加4 然後這個時候先不要把它反拉式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VS 等一下還要把VS再反拉式變成VT VS是什麼 剛剛橘色的 橘色這一部分 我先把它的答案式子寫出來 VS 會等於 這個其實就算是一個主抗 S11分之1 再乘上I 剛剛算出來的那一圖 再加上 充電的 初值充電 S分之4 然後把剛剛的東西帶進去 繼續用 我用黃色寫好了 S11分之1 11剛剛題目有給嘛 0.25 然後 剛剛有沒有地方寫到 有 這裡 S分之4 我直接寫上去 等成I I 1分之4 4 4 括號S加5 再加上S分之4 然後要幹嘛 我把它畫簡 接著就是數學了 16 再加上S分之4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再把它拆成這個啊 還有印象嗎 16乘上 S分之A 加上S加1分之B 加上S加4分之C 我忘記這個方法叫什麼了 部分分式還是什麼 忘記了 把它拆成 算出A B C 所以如果我要算S的話 就是 S帶0進去 把S消掉 會變成 16乘上 0加5 可以更正喔 我們16已經提出來了 16在這邊 所以只要 看 旁邊這邊就好了 對不對 這一圖 0帶進去 0加5 去除 0加1 0加4 所以答案是 4分之5 1加4 1乘4 是不是這樣 我突然不確定了 沒關係 我們先來 複習一下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算 我確定就 我確定就 再推一次 再算一次 稀一點 好 我們要把它拆成這樣嗎 我們要把它拆成這樣嗎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 A B C 其實這個我應該私底下去驗證 但是我剛剛 沒有懷疑過自己 所以就 現在突然開始有 問題 兩邊同時程 下面那一坨 我 試試看 這樣 可以嗎 所以當我們要算 AE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令 S等於0 因為這樣子把S等於0帶入 很神奇的事情發生喔 變成 0加5 等於 A括號 0加1 括號 0加4 後面0乘任何數都是0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A就出來啦 0加5去旁邊全部 移過來 他就跟我剛剛寫的一樣 其他的就是 比如說我要算S加1 很簡單 我們就負1帶進去 變成了 負1加5 等於 你看負1 帶進去是不是這一項就不見了 負1帶進去 負1加1 這一項就不見了 那就等於 B 括號 負1 負1 乘負1加4 這邊再算一個B 這個才是 正常要幾個東西 正常的算4啊 OK那沒問題了 我們再把它寫上去 剛剛算出來是 負3分之4 然後前面這邊是 4分之5 負4 旁邊這裡 負4帶進去 負4加5 除 負4加1 跟 乘負4 負2 1 1 1 除 負4 負3 負12分之1 1 5 3 4 負4 4 幹件大事,把這把他擦掉 題目我們都知道 16層進去 但是我相信應該大部分的人 在,不是看直播啊,是看影片 看影片都是直接跳到 你最後寫完到底成怎樣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解個6題 我不知道現在錄影錄多久 因為我不是整點開始錄 16乘3分之4 那就 就只能乘進去 如果我有算錯的話請糾正我 我的答案不一定是正確的 這兩箱可以合併嗎 那就變成S分之24 齁,再給他反拉式喔 好不好,我這邊就偷懶,就直接寫這樣喔 S分之24 其實我剛剛好像有一個地方 沒有寫 沒有寫正確耶 怎麼辦 我剛剛 第四題喔 後面應該要再加一個 附接啊 這一題 嚴謹一點 不要這樣寫才對齁 下單位 火梯 大於0 好,我們再回來這一題 24 -3分之 結果 -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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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4 -4 -4 -0 -6 -4 -5 -4 這有問題嗎? 簡單來說,一開始先拉式轉換電路 算出出子,把該填的填進去 之後再用V等於IR 列出式子,把它解出來 再反拉式,最後獲得答案 最後一題喔,最後一題是 比較 RELAX,輕鬆的題目 它是懸波、穩泰分析 LVO in steady state 穩泰分析 因為你懸波經過某個東西之後 它穩泰可能變成三角波 就算這樣震盪也是穩泰喔 不知道大家 不然大家想說 欸奇怪,懸波要怎麼穩泰? 它還是震動啊 我想要先用向量法求I 然後再用那個 V等於IR,算出它的V 向量法 I等於多少 I 會等於 V除R V除Z 那接著我們要算 Z是多少 Z是2加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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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發現他寫正 本來是2 所以v是多少 這邊我用向量法球 我先寫5角0度 寫正 我只能說long time no see z是 2 再算出來是2.5 小0度 i 我們把它轉成 余玄 4 2.5cos 這邊一定會有人想說奇怪你怎麼沒有把它轉成有效值 因為我知道等一下不會用到有效值算 所以我直接用他原本給的vncosωt 算 不然我們一般基本電學電子學有些 計算題會把 算這個電路都要把它轉成有效值算 OK 然後記得你那個時候是用什麼值算就OK 最後再把它換成答案需要的 但是要切記喔我們寫成這個式子 都是vncosωt 絕對不會有vrnscosωt OK 好 2T 3倍 算完這個電流 接著 接著 看一下題目要什麼 v o 就是電感的電壓 v o t v o i乘R 2.5 我算ωt 再乘上r 剛剛算出來的是j2 j2就是2角90度 你可以 你可以再把它轉成這個i 然後再乘 角度相乘 其值相加 那或者是你直接把它加進去 變成 5cos 2T 加90度 VoT 解完了 終於 可以更新了 我們今天 解了 今天實況應該有6個小時 也就是說一屆6體 解玩家 錄完影片 大概要6個小時 那麼我下禮拜 最後一步有危險 你是說教授會扣分嗎 也是有可能啦 差點假如說 欸食欲要怎麼跟這個向量做比較 你這個到底是向量法還是什麼法 什麼危險 是我剛剛想的那樣嘛 教授有意見 教授不喜歡 那就 只能再 把它寫一下 我先把 Vo 會等於 i乘 sl 剛剛的i是 2.5角0度 乘上 sl是 z2 也就是2角90 角度相乘 其實相加 5角90度 Vo 然後最後再把它轉成 余玄是 5cos2t加90 VoT VoT是不是也可以用Cubet的Vsd 我記得可以 但是我忘記公視了 我去查 好不好 沒有 我不一定要用電腦查 我用 翻的 我應該要用電腦 我應該用電腦 看不見 我應該用電腦 看不見 在這裡 我應該用電腦 我應該用電腦 在這裡 你 對 還是要用電腦查比較快啦 但是偶爾也是要翻翻的 不然你會忘記說 誒第幾張要翻哪裡 我會忘記說 然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普考的基本辨學很喜歡用正選 高考的很喜歡用余選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台科大的題目也是用余選 就是有符合他的要求 高考是要大學畢業才可以考 然後這個是碩士班的題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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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是... 先把他擦掉喔 銅許 Q等於什麼 影子因素就是 串聯就是十分之虛 他定義就是 你十部消耗的功率 分之虛部消耗的功率 就是品質因素 然後 十部就是 看你要放 剛剛說功率嘛 所以照理來講應該是要 放P分之Q 就是I平方R 上面放 I平方 SL跟SC都可以 因為他們剛好相同 我就放 電感好了 你會發現I都抵消嘛 所以就十分之虛 我把它算出來 十二分之 二 品質因素是一 然後你說什麼 然後你說什麼 VOT是不是也可以用 Q倍的VST 1乘上VST 5倍的 還有一個90度耶 如果只用Q倍的 VST 會少看一個90度 但是它的大小一樣 還OK嗎 品質因素 Quality Factor Quality Factor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 這個影片 我現在有在錄製的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收看 新闻的结语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就开始放片尾去 好啦 谢谢收看 拜拜